你好 欢迎收看7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来关心美国捐赠的莫德纳疫苗 花莲第二批分配到6300剂 连同上一批剩下的疫苗 8号在13乡镇同步接种 花莲县府日前紧急公布下修接种的年龄 到61岁以上原住民以及71岁以上长辈 截至8号上午统计有超过三处的接种站 接种率达到100% 县府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预约 即使没有预约也可以到场接种 花莲县莫德纳疫苗第二批6300剂 加上先前剩余的疫苗 县府将13648剂疫苗 分配到13乡镇市的接种站 巡回医疗点 原本规划优先提供65岁以上原住民 75岁以上长辈预约 但预约冷清 7日紧急下修年龄层至61岁以上原住民 71岁以上被原住民长辈 这梯次符合资格者增加到3.5万人 今天莫德纳在我们第二批次的这个施打的状况 所以在这里跟正位跟大家报告 花莲市中华国小中原国小花莲高工的部分 这个施打率都非常的高 尤其是中华国小97% 那另外这个我们中原国小83% 花莲高工71% 这是今天上午早上8点到12点的这个打针的行形 另外在吉安乡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当然如果还没有打这个我们新冠的疫苗的乡亲长辈 依旧可以到花莲高工 以及我们吉安乡三个场地来施打 我们可以看到新陈乡 北浦国小已经是打到105%了 早上 那看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乡镇的部分 其他的乡镇有我们的封冰乡 达到170% 寿丰乡 封山活动中心到75% 寿丰乡下午是在我们的水莲国小 光复高值 这次的施打率非常的高 瑞税也非常的高 我们要谢谢各乡镇首长 玉东国中 这次33%在193线上面 还是希望我们部落的乡亲可以出来施打 另外在我们巡回医疗的部分 万荣乡非常非常高 所以还没有打这个疫苗的长者 如果下午有空的话 依旧可以到我们的花莲市吉安乡 那因为下午有一些乡镇的场地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依据我们昨天公告的场地 请大家来施打 县长徐振卫 八日上午在市长魏家贤 吉安乡长游淑珍等村里林长陪同下 前往永安活动中心 华人国中中原国小 华联高宫巡视接种站情况 截至八日上午统计 华联全县已施打5195人 华联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会逐步将接种年龄层下修 让有医院的民众都能接种 藏着长帮演华理事报导